这么说 独军大人 是来看卑职笑话的 那倒不是 虽然你已经臭了 可是你手里还有不少 像宝贝啊 这 还请独军大人明示 少给我揣着明背装糊涂 你跟果胜那点猫腻 老子全知道 独军大人说的是 鸦片 只要你把那些东西 给老子交出来 老子可以保你一条活命 那高等法院的审判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我知道 你手里还有不少货 没有出手 我剩原来手下经办 这件事情的人 现在是我的部下 你知道吗 你只要把东西交出来 我可以让达铁官法院判一个 事出有因 查无实据 然后吧 柳林县你是待不住了 是天津还是上海去做运工 你自己选拔 冤枉杯杰 那么发 Ziol 很多城市 可 weit ARE乃乃乃乃乃啊 我是阳 记忆 ć 政府 truth報告 鼓太神 就闭螃 这位齐昭当年给我是结拜兄弟 我脱离苦海了 当然得惦记着他了 贺量财原来是罪证不足啊 这法院竟然下令释放了 这民国什么时候变成了 这人都跟大清朝一样的黑暗了 齐大掌门吃了这是什么呀 野菜糊糊玉米棒子 我那儿有好吃的 要不要我给你带来 怎么不理我呀 行 你不理我 我理你 走吧 贺公子 别这样 我这儿还有好戏看哪 这话说也巧啊 这柳陵县的第一任团长出去了 第二任团长进来了 第三任团长把这第二任团长打入了死牢 这说书的都没这么巧啊 你 你 你 行了 行了 你给一个死囚计较什么 赶紧走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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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公子千万不要误会 这是都军大人交代的 要对贺大少爷贴身保护 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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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沫 小子是来送长官的 这些日子小的都有得罪 请长官嘟嘟报还 嘟嘟报还 你过来 你不是喜欢钱吗 这个啊 一千块 小子不收路 不要拉倒 长官 有何吩咐 以后不管谁给其周送饭 都不许给他吃 我要让他永远知道 尊敬的菜红和发霉的老日女 明白 明白 抱抱个小子身上 抱个小子身上 服官大人 请 请 长官慢走 夫官大人 我可以回家了吗 那当然了 不回来拿行李 咱们怎么出远门啊 好 那我要走正门 堂堂正正地回家 何公子 请便 何公子 何公子 请 把门打开 是 何福贵 把这封条给我撕了 拿去烧了 福官大人 这两个兄弟就不要跟着我了吧 好说 好说 何福贵 这几个兄弟就交给你了 带他们到偏院好吃好喝 伺候着 放心吧 大少爷 里边请 副官大人 请 好 爹 乖儿子 爹的胡子扎人我痒 爹 你会不会再进监狱了 爹 你会不会再进监狱了 爹这次是无罪是放 不会再进监狱了 我就知道 爹是好人 是被齐昭冤枉的 齐昭关进去了 这就是报应 好儿子 说得太好了 这就叫报应 爹 这会儿你总不会离开我和娘了吧 爹这次啊 要去到上海 你要去上海 奉独军大人之命 去上海出差 爹我也要去 听说上海可好玩了 我要和爹一起去 娘咱们一起去 嫂子 乖儿子 爹这次去上海啊 是有重要公务要办 小孩子是不能去玩的 等爹回来 给你买礼物好不好 好 也要给娘带礼物 带 都带 何公子 赶紧准备行李吧 嫂子 走 给娘准备行李去 快走 附官大人 这齐昭就这么一直关下去啊 我说贺公子 你自己才刚刚恢复自由 怎么 还有心思想着别人啊 附官大人误会了啊 我是担心 这家伙虽然关进去了 可是他手下还有一批亡命之徒 县长和警察局长 又都是她的老弟兄 这位 你以为都军府献兵连是吃素的 他奇招只不过是都军大人的一颗棋子 看哪个不长眼的敢来咬 这基本上 两位老师走啊 就是他这个帽子 是啊 何县长 你这大老远来 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啊 这脸色不太好啊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是啊 痛啊 怎么了 这里 我说何县长 大哥 咱能不能不叫县长了 我知道我在柳林县老百姓的心里是个什么